大脚新讯息 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你们获得更多灵性天赋和能力 对于那些已经拥有天赋的人 你们会在这些能量的陪伴下走得更深更远 对于那些尚未挖掘自己天赋的人 你们将刚好获得所需的一切 现在 棘手的部分来了 一旦你们确实获得了一种灵性天赋或能力 你们就要面对有待完成的工作 也就是说 你们必须使用你们所得到的 你们必须让自己可以为其他人类所用 疗愈 传导渠道 通灵 超视力 灵媒 或者任何你们恰好拥有的天赋或能力 你们必须愿意让自己挺身而出 即使你们的家人可能不赞成 即使你们可能不是居住在一个敞开接纳这些事物的地方 你们必须能够告诉他人 这是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而且你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们 如果你们意识到 在寻找你们和你们所做的事情的人 比你们想象的要多 这会给你们带来推动 如今 这个星球上觉醒的灵魂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今天肯定比昨天多 无论你们什么时候收到这则传讯 情况都是如此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断觉醒 并且随着他们的觉醒 他们需要帮助 他们需要支持 他们想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疗愈 你们为帮助别人所做的事情 最终将成为你们教别人做的事情 当你们完全步入你们的天赋时 你们将掌握你们的天赋 你们会意识到你们希望其他人也拥有这些天赋 你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多 因为你们已经致力于自身做了很多工作 从你们的脉轮 你们的细胞 你们的心智体 你们的情绪体中清理到这么多东西 你们已经准备好挺身而出 不仅仅是觉醒集体的一部分 你们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人觉醒和扬升 你们当然已经准备好 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不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赚取任何一种天赋 不需要生来就有 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无论你们现在年纪有多大 你们都准备好走得更远 更深入 去帮助更多的人 比你们先前认为可能有的人数更多 我们是大脚心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